那我想有五點聲明 要向聲明這些來表達 第一 我非常感謝一路走來鼓勵 支持愛護韓國瑜的海內外的朋友 在這裡深深地表示感謝 第二 在擔任高雄市長的這段日子 我深刻的體驗到只有台灣好 高雄才會更好 只有台灣能夠改變 我才能夠真正改變高雄 第三點 對中國國民黨2020年總統大選 此時此刻 我沒有辦法參加現行制度的挑選 第四 長久以來政治權貴熱衷於歷史協商 已經離人民越來越遙遠 台灣的政治改革已經刻不通話 希望國民黨內的高層能夠提搭民意 關注社會脈動 重視庶民經濟 勿忘世上富人多 第五 我生在台灣 我也長在台灣 加上我會死在台灣 我也會埋在台灣 我是來中華民國 對中華民國的發展棘手 我願意負起責任 既個人得失榮辱 只願能夠改變台灣 願天佑台灣人民 天佑中華民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